中华民国的政府标案是如何进行的 又是标给哪一些的公司 我们政府的宣传预算是如何去运用呢 透过周玉寇的放言公司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大家都知道周玉寇呢 经常在媒体上面造谣跟抹黑 也吃下了不少的官司 有了许多不良的记录 但是呢他依然雇我 仍然持续在电视节目上面呢 到处的造谣跟抹黑 那很多人就好奇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从他的公司放言传播科技里面 可以看到一点点的这个端倪哦 放言传播科技公司呢 比较像是周玉寇的个人小金库 因为我们从他的股东结构上面可以看到 这其实是一家周玉寇占有大幅度 8成5的股权的一家公司 所以他比较像是他的个人口袋 跟其他的媒体 大型的媒体来说是非常难以去做比较的 那我们去检视他里面都是谁在下广告给他 其实每年都固定哦 会有包括像中油啊台电等等的国营事业给他 那这4年来呢 他已经领走政府标案大约1000万左右的这个预算 很多人会说1000万元也不是什么大的数字啊 但当我们实际是更认真的去检视里面的成效的时候会发现哦 其实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他的标案里面的暴力哦 这才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 我们就举两个案例来说 第一个是内政部营建署的这个案子 他在第二季的时候呢 拿了40几万的这个预算里面 竟然只做了4篇的新闻稿 而且他的曝光次数非常的少 代表放言这个网站基本上是没什么人在看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4篇的新闻里面 实际上他每一次的曝光次数 竟然要台币98块钱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不小心在网路上面 点到了放言的网页 点进去看到那篇文章的话 那就是98块钱就出去了 其中我们没有看到在绩效报告里面 有任何的KPI的这个限制 简然就是只要呢 你发了4篇新闻出去 我这40几万元就全部都给你了 我们再回头看他的脸书 他的脸书在这一系列的宣传里面呢 都只有4到5个人按赞而已 其中一个还是周玉寇 这样子的成效竟然能够验收过关 在政府部门里面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甚至连营建署也就是他的业主 都帮忙他去宣传那篇文章 但他的点阅率呢 看起来仍然是相当差的 更严重的是呢 他可能有违反预算法的嫌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内政部营建署请他所刊登的 4篇新闻稿里面 都完全没有提到说呢 这是政府部门的广告 这是违反了预算法第62条的规定 在另外一个案例里面呢 又更深入的去做了一个探讨 就是说呢 其实实际上面 他有4篇的新闻稿 都没有投放出去 这是在一个内政部的EID 新式身份证的案子 那呢 他们就说 是因为后来这个案子没有办法继续进行 所以他原本所做的东西就没有投出去 可是我们从标案上面呢 可以看到一个猫腻 也就是这个标案呢 是从109年的12月14号 一路到110年的1月31号 这是原本标案所设定的期间 可是呢 新式身份证的案子是在1月21号的时候才暂停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标案的走期里面有8成的时间 周玉寇的放眼公司都可以按照本来的合约内容 去执行这个专案 把原本的新闻稿 Po出去 但是呢 他完全没有做这件事情 所以 所有的内容就变成是幽灵的 他交了一份结案跟验收的报告 给了政府部门 然后验收通过之后 把其中部分的金额给领走了 可是那四篇新闻稿 却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的网站上面 这样子竟然能够验收过关 其中就可能有 周玉寇他们可能有所谓的使公务人员登载不时的问题 以及公务人员有没有赌值 或是徒利的问题 目前呢 我都已经报案了 这个就是要让检调 让司法来做调查 那综上所述 你会发现 放眼这间公司呢 他其实很小 点阅率很差 没有什么人能看 但他还是能够在四年当中 拿到千万的政府标案的预算 这千万的预算都是人民的纳税钱 政府所谓的宣传就是呢 有关系就没关系 连四篇幽灵新闻稿都可以被验收 被核销 让周玉寇请到款 真的是让大家叹为观止 非常的不可思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